從讀到思想看歷史人物 這門課程的授課老師 我叫袁逸妮 那我是中央大學的中文學系 博士畢業 博士畢業 那碩士是台灣師範大學的國文系 那從讀到思想看歷史人物 這門課顧名思義就是有兩個主題 一個是無道思想 一個是歷史人物 那就這個無道思想方面 當然就是 希望透過一些傳統經典的練習 讓我們去體會 古人的智慧 像這個論語啊 夢子啊 老子啊 莊子啊 我想這個 雖然同學以前在中學時代也接觸過 但是 或多或少都這個 有所吸收啊 那怎麼樣把這個經典裡面的智慧 運用到這個日常的生活中 我想這個是我們 學習這門課最主要的目的 這也是社區大學 那社區大學 他的目標就是 所謂的知識情報 就是要把這個 所謂的學術的知識 釋放到這個 每一個人的生活經驗當中 包括這個親子的教養啊 這個 付得相處啊 或社會上各式各樣的人際關係 那我想這個 無道思想都可以提供給我們 很多的這個啟發 讓我們在這個 很遠的過程中 心靈的層次有所提升 那我想這個也是現在 台灣社會相當需要的部分 比如說像這個前陣子 各式社會案件啊 這個食品的這個中毒案啊 或者凶殺案啊 這些 我想這些都 都是顯示說 我們台灣的社會 其實在這個心靈成長方面 其實還有很多需要改善的空情 那所以透過這個經典的閱讀跟演習 我想對於我們這個 社會的風氣是有 澄清改善的作用 那第二個部分 就是有關歷史人物 那我想這個歷史人物 那範圍是很廣的 為什麼我們到思想要跟歷史人物做搭配 我想就跟前面的原因是一樣 也就是說 因為經典文字上面是說的是一些抽象的道理 那如果你要把這些抽象的道理 這個落實出來的話 就必須要有一些具體的榜樣 讓我們可以觀光 可以學習 那我想在 在我們傳統的文化當中 其實這方面的資源 就非常的多 不管是孔子孟子啊 後來的這個 比如說李白啊 杜甫啊 司馬千啊 蘇東莫啊 我想這些人其實都是 非常值得我們 學習的一些榜樣 尤其他們在這個 困苦的環境當中 我們知道說像這個 蘇東莫他曾經被流放到海洋島 那這個像孔子孟子他 周遊列國也是遇到 比較多的困難 從他們面對逆境的那種 堅定的決心 還有意志 我想這 對我們的這個 為人組是 可以說是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比如說 從具體的榜樣裡面來學習 那可以讓我們的這個 印象更加的鮮明和深刻 所以這個是我想 會把這個 無道思想跟歷史人物 做一個搭配結合的主要領域 就是說前面是有關於理論的部分 後面是有關於這個 實際案例的部分 那這樣的話就 課程就公布也很完整 那 那 對於這個題材 既然是學術系的內容 所以同學們難免會覺得說 這個 比較枯燥啊 比較無趣啊 之類的 所以我們這個 身為這個授課老師啊 我想也要 也要去做一些 思考 做一些設計 讓大家在這個 學習的過程中 可以感受到它的趣味 除了這個 重視生活化 實用化之外 在我們的課程當中 還有很多這個 教學媒體的使用 比如說像講到這個 蘇東波 就可以看它的相關電視劇啊 或做一些詩詞的名唱啊 這些 我想說 除了這個 做愛以上 聽老師講課之外 還可以實際的參與 那這樣的話我講 對工學的學習來說是 會更加引發興趣 當然還有更重要的就是 每次上課也都會準備一些 現代社會的案例啊 比如說這個 清大聯盟案啊 或者是這個 所謂網路成癮啊 這些相關的社會案件 大家一起來討論 比如說除了這個 老師講課以外 同學也可以相互交談 相互溝通 相互聯合 那這樣的話我講 這個 不僅僅是這個 書本詐的學習 還有可以兼顧這個 人氣步道的層面